晚上异常的闷热 实在是受不了这间闷热的房间了 去朋友阿明家里那梁吹空调 朋友不在家 但是我知道他把备用钥匙放在哪里 于是开门放空调躺着 正在这时候 门突然响了 我想是他回来了 打开门却看见一个小女孩 她突然说 这封信给阿强哥哥你的 说完就跑走了 我关上门 正要打开信 突然想起 这不是我家 而且小女孩怎么知道我叫阿强 我吓了一身冷汗 小心地打开信 里面写着 今晚十二点看窗外 我想 这是什么恶作剧 还是在意地看了一下时钟 现在距离零点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我莫名地紧张起来 我在窗边站了好久 盯着窗外 什么都没看到 十二点将至 突然对面一个房间亮起了灯 我看到了阿明进门后 然后开着空调躺在床上 如果这是阿明 那他是在谁家里 如果那是他家 那我是在哪里 我突然想起 阿明之前告诉我 他们房租那么便宜 是因为对面 是一个废弃的医院 以前都成乱葬港了 我看着玻璃窗上的倒影 我身后出现 越来越多的影子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